而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昨天正式的签署 但是台湾疑虑的声音始终没有停过 今天在一场研讨会中 海基会前董事长洪其昌就认为 政府和业界的沟通不良 如果连在出版院工作的国策顾问 好民意董事长都不清楚协议的内容 那么业界怎么可能会放心 两岸服务业开创新格局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21号正式签署 但是台湾产业界的疑虑始终没停过 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就认为 政府的沟通确实出了问题 好民意董事长 作为一个总统府的国策顾问的人 对这个谈判都有这么高度的疑虑的话 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谈判当中势必是有很多的疑点的 22号举办的ECFA三周年研讨会 对于两岸服务业的开放大多给予肯定 学者认为对于冲击大的产业 像是美容美法 必须要有更详细的配套措施 但业者不用太过悲观 他们竞争对象应该是小林跟曼都 我想紧张的应该是小林跟曼都 如果他都不紧张的话 应该没什么好紧张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100元的理法店 应该没有必要吧 协议谈判一定有好有坏 学者希望政府把影响说清楚 虽然开放是好的方向 但没有业界支持也很难发挥效果 有点TG五元席邱欣怡 台北报道